大家好 欢迎收看Steven数位社群行销研究室 我是Steven 黄一鸣 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频道 Renew 在这频道里面 我们会介绍一些新的数位社群行销趋势 有什么样新的一些各大社群新媒体的平台的更换 或者他们的新的功能 这部分的一些Update 分享给大家 第二 分享行销的观念 包括在Facebook如何做粉丝 Ig 怎么做content 网络病毒影片 什么样是好的 或病毒扩散的创意 还有内容行销里面该如何优化 或者是设计我们的内容等等 还有第三 我们也会分享给大家 在行销案例里面有什么样是精彩的国外 或者行销讲项的案例 我们会将它中文化 以及做案例的解析 如何套用在台湾 那这个频道建立的理念呢 在于Steven一开始 在入行销圈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颠沛 不太好入行 在业务行熬了一阵子之后 才有机会有获得面试的机会 那当时也是有一间公司 没有录取我 但是帮我推荐 到一间公司上班 那间公司从六个人开始 帮企业做社群行销 后来到了六十个人的规模 Steven在这边 累积了上百个客户经验 在后来呢 我就到另外一个国际的4A公司上班 担任数位社群团队的专语 因为我当时在另外一边是总监 所以我从机程做起 在半年后就有荣幸 被给予到Team Leader的位置 那在这样的一个团队总监的位置 Steven这边就得开创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在这个团队 包括重新组的这个组织团队 包括想出新的Business Model 我们该如何定价 什么样的商品 该用什么样的服务 然后我们落地的第一个客户 就开始这样 然后拓展到大陆这边来 那在这样的经验里面 Steven总共北极了上千次的行销专案经验 然后大概三百个客户以上 那其中里面有很多的是成功的学习 还有失败的教训 那还有啊 现在也每天都保持着 每天精进我们的频道的一些文章 还有每个月都固定有八到十堂课程 可能在学校 可能在外面公开班授课 包括在经理人 Sewer Stack 动脑 快乐工作人等等 那这样的课程 这种专业的知识跟know how 也因为我一开始入不了行的匮乏感 或者是一种饥饿感 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 如果有能力的时候 能够多给一些免费的一些 不管是know how也好 贡献也好 甚至有些课程 甚至让它变成免费 都放到影片频道来 让大家来做观看 也请同行多给予一些支持跟鼓励 可能我这边说的 不敢说百分之一百是最专业 然后百分之百都正确 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偏差或失误 还请多包含 那最主要是有百分之一百的热忱 忘记给大家 谢谢 请大家多给支持 帮我们按赞留言订阅 我们家满满的数位社群行销 贡献给你哦 谢谢大家